沿用了踢勾腰的一些优势 转型座改成固定 但可以折叠 XT1-2左右撇子的人都可以操作 有个退壳导向器 左手射击的时候 不用再担心 弹壳会打到脸 可控的设定 比踢勾腰更迅速 不过需要一点时间进行手装 就这样而已 其实这个XT它 仍属于是试验型的枪枝 所以它只是样枪 未来还会再有 这个更精修的这个空间 XT1-2新式步枪 违军备局研究之新式步枪 该枪纳入人因工程的设计 子弹抛壳口加入了这个抛壳变相器 能避免桌陪子射手射击时遭抛出的弹壳所伤 那新式步枪也依据陆军的需求 增加了光学描具以及内红点 瞄准镜等等的 以提升射击精度 那主要的特色有多边形加厚枪管 还有多功能的战术护手 整体式的战术滑轨 抛壳偏向器 还有五段式的伸缩托 以及伸缩式的脚架 我们用图解的方式 从头到尾 来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包含网路上各方的说法 它的优缺点 我们来做一个整理 分享给大家 首先 讲到最前面的刺刀 那这款新款刺刀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有百步蛇外观设计的刺刀 它的这个刀鞘上面有一个 蛇的头 那这把其实就没有像我之前讲的 它就是像什么完全仿 M9 M10的这个形式 它是有点 介于这个M9 还有 我们 早期这种水手刀 之间的一个形式 它的定位就 比较广一点 它属于多功能刺刀 所以它有这个破坏减能性能 也可以当格斗刀 也可以当我们野外求生 使用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再来大家也不要去一直喷说 为什么又要用刺枪术啊 为什么又要用刺刀啊 其实我前面就讲了嘛 它这个步枪的枪管长 第一个是 为了它的这个 迫害力 还有它的射程 再来第二个就是为了 流弹发射器的装载 再来 第三个刺刀嘛 刺刀 我们目前还保留这个训练 而且它是一个 必要的我们单兵的一个格斗的最后手段 所以我觉得 具备 这个装备 也是 我们这把枪 功能多元的一个展现 再来我们延到防火帽 防火帽他 他有这个开口 有别于像 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TGO-S 他的那种 这个攻击头火帽 它是 还具备这个铁线简以及 攻击头的双重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开口 会有一个 凹陷 然后 同时 也可以降低射击时的这个 上扬后座力 然后据说这个设计是源自于这个 AKA74 是把 这个铁丝卡进 开缝内然后 激发子弹把它切断 那再来我们往后延到 准星座的这个总成 原则上跟TGO-S是没有太大差异的 沿用了TGO-S的一些 优势 像 这准星座 他把它改成了一个 折叠的形式 固定 但可以折叠 然后这个 瓦斯钢管是 沿用TGO-S的一个 传动机构的一个形式 那 那侧边有 枪背带环 以及 下方的这个刺刀座 集于一体 那 军化人员也表示说 现在目前 XT112的传动机构 虽然 类似TGO-1 但 两者是 并不通用的 那未来也是希望区域 让 这两者是可以通用的 以利 后勤 会更方便 再来我们看到他的 护目 护目 是 这个 M-Lock 的一个形式 那上方 下方 都具备的这个 腰勾腰三的 滑轨 可以接我们的握把 或者是雷子 等等的 他这个M-Lock 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 去增加散热的空间 然后也可以去 夹任何的这个 枪灯 配件等等的 然后之前有人在说 他是不是 特规的 这种的谣言 后来也被辟咬了 是通规的 然后这个 XT112 他也是强调说 左右手 强弱手都可以使用 所以左右撇子的人都 可以去有效的去操作 灵活的应用他 所以他在 枪式的构型上面是左右都对称的 在我们看到 护目与枪身 是采用这个内六角螺丝固定的拆装时就需要使用 内六角的板手 再来是他的握把 握把他是有经过这个 人体工学设计 还有加这个拇指的固定位置 而且 像我前面 影片讲到的 他已经把他改的稍微的 略接近垂直 这个也是 为了我们跟前面讲的 会方便 让你更好的去控制包含 火控啊 扳机保险 还有弹夹的释放钮 然后我把底部一样有像TQA一样留一个预留小空间 可以来放置我们的一些插箱工具 或者是归零的工具 再来是他折叠式的后粘孔 这个后粘孔他是固定一体成型的啦 所以 也有人在说 这个会不会是很大的问题啊 像如果 特战人员他们要使用 他们这个三倍镜是不是就装不上去啊 对 也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忧虑 然后再包含说 像如果把这个 准心啊或者是后粘孔 把它固定死的话 如果万一今天 他损坏了 会变成说是一个 非常 难堪的问题了 所以后来军方人员也有说 他们也会出这个就是 整片都是摇过摇摇倒轨的一个形式 那去 修正这个问题去 排除这个疑虑 那他的拉柄是双边拉柄 就是 你左右手在操作的时候都可以去进行 他这个拉拉扁的动作 再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 改变就是他的 拋壳窗后面有一个退壳导向器 这个就是利于我们左手射击的时候 不用再担心 蛋壳 会打到脸 然后他的右边这个弹匣释放钮的上方 其实还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设计 他就是 这个枪击固定的一个按钮 他可以在 在我们 要人员要做故障排除的时候 我们右手可以不用离开握把这个情况下 去按那个牛然后直接 拉拉柄 固定枪击在后 那再来比较遗憾的是 他这个刚刚讲到就是可以 持握握把的状况下去 厚定枪击 的这个按钮 其实他是不存在 能够释放 枪击的功能 所以 这是我觉得还蛮遗憾的 因为其实 国外的一些枪支 他经过 改造之后 他是具备这个功能 他就是可以 单手的进行 固定 还有释放 当然我觉得如果把它改成 可以固定 也可以释放 那真的是 很屌 超级屌 再来护工是很感谢大家 踊跃的到现场去辟谣 因为很多人之前在传说 这个护工太小啊 那个 手指都进不去啊 怎样的 后来也 证实说 护工其实就刚刚好 而且 非常的舒适 所以不会有这一个 护工太小的一个 问题 不过他的护工是一体式的 所以就是 如果未来你要更换一些 市面上的一些其他的 款式 可能就 比较 没有这个选择啦 在我们提供要原本是 传统AR的这种就是 单发 三连发还有全自动 还有保险嘛 那 后来他改成了 一个 稍微 有倾角的这个 火控的设定 向前 平行是Safe 那 向上70度是一个单发 那在向后 120度是二连发 那向下 则会变成全自动 有人会说 也许会有适应 不良的这个状况 但其实 你经过手中跟提供要一样啦 你原本 没碰枪的人 你碰到枪你还不是要经过一段的训练磨合吗 那这个也是一样啊 然后也有朋友他到现场去 操作之后 确实发现说 他这个 火控的设定 确实的比踢过腰 那种传统的 还要 来得更迅速更方便 不过你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去进行手装 就这样而已 可以更快去切换到 我们平常比较 难用到的这个全自动的模式 那有人会有疑问说为什么要把三发点放改成 二发点放 这样不会很奇怪吗 那个 国外的部队的 这个枪子也都没有这样一个设定了 其实我们 国军的训练 我们在训练射击的时候 通常都会 讲求这个控制射击 什么意思 对于目标 进行 两发的控制射击 就是为了说 可以确保 我这两发 你可能单发 1加1是等于0 那我两发 1加1等于1 所以 我两发的控制射击 我对于这个同的目标我可以 相对的去造成 更无法挽回 不会让他 再有这个 战斗能力的 一个伤害 那我觉得他这个构想也是为了我们国军部队 去量身打造的 所以我觉得 当然是好 因为我们不能总是一直在 一昧的去模仿国外 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系统 所以 配合我们的训练 推出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我觉得是 蛮不错的 那当然 未来他这个 这个两发点放 的 成效 或他的这个 效用 是否真的 明显的话还是要看后来后续的这个射击训练 射击的验证 那像我们在外面做这个射击的培训 也都是会要求就是 对着目标是要做 控制射击两发 而不是一发一发 单点单点 或者是全自动 打完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两发是 一个 算是 最恰当的一个 设计 不过其实 比起去针对枪械 他的这个 方便性去改造 其实针对人员的训练 去进行强化反而会 更有效率吧 对啊不然这样子会变得很偷懒 这样就变得说每个人都 不太想把自己的动作给精练 而是去一直仰赖说这些 这个枪械上的设定 但不是说不好就是 会 可能如果 这个技术无法达到的话 我们就只能用 我们的肌肉记忆 用我们的训练 人员的训练来克服 这个我觉得 这个也不是不好啊 在防尘盖其实有很多眼尖的网友已经发现了 当然 我没有牵连现场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材质是如何 但 就目视 可以感觉他是这个 轻量化的 树缸 防尘盖 这个在 民间 其实很多大厂都有 做类似的一个 这个形式 那特别需要注意到的是他的这个 防尘盖上面有一条线 有人会说 哎 怎么不是 什么logo之类的 为什么是一条线 这样 太单调 太朴实无华 那 其实也有专家已经去说明了说 这条直线其实是标示 枪管轴线的位置 你有看到 他可以连到这个枪管的位置 去 方便 射手 可以去掌握 描具的轴线以及枪管轴线两者之间的 瞄准基准 限高 是有便于 这个射手他在更换描具或者是 基座的时候 在做这个 弹道的归零更加方便 也没有像我们早期那种他的插销非常复杂难用 所以 在维修上 也是非常麻烦 他这个就是 非常的 简单然后上方还有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就像 下方的这个弹夹 弹夹槽一样 弹夹槽其实也是有经过这个角度上的 设计 那这个弹夹井的一个下方也是有稍微做一点 加宽 是为了让我们人员在操作上会 更加的灵活会更好插 插把弹夹 在现场有使用到这个轻量化的 弹夹 是我们国产的这个UTG的轻量化弹夹 有人会说啊怎么握把上面有这个 痘痘 这其实也是为了指滑方便我们人员在 取这个轻量化的弹夹出来的时候 不会脱手啊 所以我觉得 种种设计都是 非常先进 非常 新颖的 他像这个 轻量化的弹夹 他是用复合材质的 能够避免像过往这种铝制弹夹 衰弱或者是碰撞到会变形的一个情形 然后同时你还可以去观察到 这个弹夹 他的弹量 有多少 可以迅速 去做 这个 检丝弹药 然后做弹药管理的一个形式 那有些人就用 旧有的观念去检丝 就会说啊这个错 那个错 这个错 那个错 但 其实只是你不懂而已 对 你不是专家啊 这些设计枪械的人才是专家 那 你如果这么厉害 你也来 研发枪械就好了 你加入 军备局啊 对不对 再来枪管是有别于我们提过要的 14.5寸 这次是加厚型的16寸的重管 是为了增加 枪子的精准 耐用 然后 有效射程 据说可以达到600 公尺 再来我们先前有提到枪托吧 我之前也有秀我 改造过后的这个提高要的枪托 因为 最早提高要的枪托 托杆特归的 这个 不可否认啊 所以你要 换很多市面上大厂的枪托都 没办法直上 你必须给改托 改杆 那这次XTE12亮相的枪托 非常新颖 本来以为说他是仿造这个 MOE的形式 结果他是 原厂 国造的一个枪托 他的段位可以增加至五段 那 托杆的部分也是已经变成通规了啦 所以不会再有像早期那种问题的 你想换什么 就换什么 多功能的双点 可调枪背带 因为这个是 现在 玩家也好 或者是 国外的军警也好的一个 趋势的 大家都在用这种枪背带 那 军方人员也是表示说未来 这个 XTE12的枪背带也是使用 这个双点可调的一个形式 那 同样的他可以使用这个QD系统 结合 并且 放弃掉过去早期的这种3.4 他变成 这个多功能可调双点4 也就是 他可以回到 两点也可以转变到单点的一个形式 去增加 我们人员如果今天在 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进行快速的调节 那总结了他这个主要的优点 他做了这个双边的设计 所以让左右手都可以 去灵活的使用 像后方有双边拉扁吗 然后 双边的射旋 还有 他这个双边的弹夹释放 以及右手边有一个独特的这个 枪击 后定固定 钮 那左方 我们 之前就有了这个网球拍 所以左右两边也可以透过这个 按钮去进行枪击的固定 那这边也是非常期待 他的成枪 他的成品出来的一个 样态 也感谢大家 这么踊跃的 去 给予意见 那 针对于先前XT112的一些谣言 或者是 网友的 批评 主要还是 源自于 因为他们只有透过照片这样 片面的一个来源去了解到 所以 透过照片会有很多 角度上的误差 这些偏差会导致他们 对于 这些 设计 存在 质疑 但 透过今天的操作之后 其实大家 也 拨云见日了啦 也辟谣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 保持一个正向 给予支持的 立场 去 要么针对 真正的问题 我们 你去把这些 潜藏的问题提出来 像 这个军方告知 那当然了 为了我们日后 这个XT112他真正的量产 他的 成枪 会有更大的帮助 那今天算是同整 各方网络上大家在讨论的 一些 他的特征 他的优点 我们来做一个整理之后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 分享 那也 期待 未来这个 T12真的 编装部队开始量产的 那一天 这把枪是真的 真的算是 台湾的骄傲